這次陳明智是台灣殘障桌球的選手 拿下了2016里約帕運團體賽第二名的成績 同時是全世界殘桌排名第二名 而也是五年前的一場車禍 讓他失去了一條腿 那時候就是半天要出去買宵夜 就是在箱子口被撞了 那時候他們一定要解枝 一般是要簽那個同意書 可能是我們家人簽 我是後來認得到 所以一開始我也不知道要被解枝 在發生車禍前 陳明智曾經是桌球青少年國手 後來轉行當教練 車禍後在父母級教練才鬼藍的鼓勵下 重操就業 但他也曾經一度懷疑自己的能力 並且對在輪椅上打桌球 感到非常的不適應 一開始我去國外 他們自己坐輪椅打的時候 我也覺得不曉得會不會 就是有成績這樣 所以一開始也是對自己蠻懷疑的 做輪椅打就是 如果對方放高球的話 我們手要夠很高 不像站著人 如果手舉起來那個放不一樣 然後輪椅的話就是輪椅就等於我們的腳 然後他就是他的操作上面 就是他需要身體的一些轉動 然後配合輪椅的操作這樣 花了三個月十一輪以後 陳明智以他過人的毅力不斷重複練習 而他的女朋友林燕穎也說 陳明智會要求自己達到完美 而也是因為這種既然要打了 就要堅持下去的態度 讓他的父親相信 總有一天自己的兒子會拿到世界第一 而陳明智也真的希望自己在未來 能夠突破自己的紀錄 在未來的一天